各位刚刚过去的周末台湾金马奖揭晓 大家都非常好奇啊 这个很注目冯小刚获得最佳男演员 这个据说是让很多气死很多专业明星啊 但是当然更有意义的是侯孝贤的刺客聂影娘 获得了五个大奖 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 不仅可以拿来比较一下 今年春天三十四届香港金像奖 这个黄金时代获得五个大奖 徐安华这个最佳导演 还有包括最佳摄影最佳影片 这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 讲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九月份内地的金鸡奖 最佳影片是狼头腾 最大赢家是知取维虎山 这个徐克得最佳导演 张韩宇得最佳男主角 还得了最佳剪七奖 引人注目的一个电影归来 只获得了录音奖 几乎是一个安慰奖 把两岸三地这个一比较一下 我们看看 金鸡奖给知取维虎山狼头腾 不仅较好 而且较做票房口碑 齐头并尽 可是相比之下 金像奖金马奖更加突出艺术品 一般人看来香港台湾是非常商业化的地方 为什么香港台湾的电影奖 要比中国内地更加强调艺术片呢 我们这次看到 在金马奖上 知取维虎山 这个畅销片 只得了一个视觉效果奖 所有 所有的获奖影片 或者没有在内地演 或者在内地演了 票房没能过亿 现在在内地票房不过亿 就是弱势群体 宁阳 内地票房6138万 山河故人贾张科 原创剧本奖 票房2983万 票房大王桌妖记 无缘任何奖项 一路陪跑 十亿票房的大胜归来 不敌卖兜 我和我的妈妈 这些结果啊 引人思考啊 毛主席以前讲过 延安的时候讲过 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 如今呢 到底是票房标准第一 还是艺术标准第一呢 我不禁想到了 Spearbrook 他的电影 他拍那个 恐龙的 侏罗基公园 哇 这个票房高得不得了 可是呢 他得奖的是 苏特拉的名单 同样的道理 阿凡达那一年 全球大收 创很多的票房记录 得奖的是另外一部 讲中东战争的 战争片 女导演 是阿凡达导演的 妻子 导演的电影 科普拉在教父系列里 赚了很多钱 顺便说一下 教父 其实也是电影的经典 可是他把这些钱 全投在拍一部 最后很有争议的 讲越战的 现代歧视路 其实好莱坞 跟嘎纳讲 就已经代表了 世界电影工业 跟电影文化的 某一种 不同标准跟分野 电影当然是工业啊 票房 现在的票房紧喷 紧喷的影院 硬件大跃进 跟内地票 电影票销售方式 以及人民生活提高 等等都有关系 中国的票房 现在世界第二 15年2月份 正是全球第一 这个超过北美 可喜可贺 可是 我总觉得 不能一个标准 为什么 艺术片要值得 这么样子 就是说 你那边票房再好 我还是一批专家 要强调艺术片 要推崇 念影娘 比方说 在我个人来说 我自己比较容易理解 我当然喜欢黄金时代 我喜欢萧红的生平 除了那个冯绍峰的 演萧君 太靓仔了 我当然非常喜欢 念影娘 她这个文言的台词 陌生话 剧情 留空白 让人联想捉摸 但是 从社会来讲 从整个电影工业来讲 为什么要有不同标准呢 其实从瘟疫理论上来讲 这其实是人 人跟人类 就有不同的需求 有种说法 说是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就喜欢听故事 小时候 你在摇篮里就喜欢听故事 但是故事有两种 一种故事是同样的故事 你明明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 你都听过好多遍了 可是你还要你的家里人 讲给你听 中间他要是换一个讲法 漏掉一个什么细节 你还可以出来补充 这叫同样的故事 这是人的天性 这就是通俗文艺 但是人有时候 哪怕是婴儿 哪怕是小孩 他还要听 不一样的故事 这不一样故事 可能使他不安 可能使他感到困惑 可能让他哭 可是 总有一个时候 他 不满足于 只听同样的故事 德国的接收美学的理论家姚思 曾经有一个理论 就是所谓期待视野 期待一个东西 视野就是眼睛看出去的视野 什么叫期待视野 就是当我们走进电影院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期待视野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他的票房好了 我们知道演员有名 明星了 我们知道导演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进去看的时候 我们已经想好了要看什么 看侯孝贤 我们要有耐心 就是看泰琼 这个港琼 我们是准备要笑 这是第一种期待视野 可是还有第二种期待视野 那就是我们的全部的人生经验 我们的价值观念 我们的审美习惯 我们的趣味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期待视野 跟你看到的电影 没什么距离 距离很小 说明这就是通俗篇 这就是让人舒服 这就是小时候听的同样的故事 它是一遍一遍的肯定你的价值观 肯定你的趣味 但是也有时候 这个期待视野跟艺术品距离大 给你带来冲击 让你困惑 让你不安 这就是念影娘 刺客念影娘 刺中了很多人 偷懒的审美习惯 这个就是艺术品 所以在我看来 金马奖 也是一个借鉴 艺术片 优先 也是一种选择 顺便 给大家报告一下 在大陆 票房非常高 多少多少个亿的港酒 拍香港的港酒 在香港上演 票房非常惨淡 港酒在大陆 共收16亿 在香港上映首天 收3.8万港元 同一天 美国饥饿游戏 200多万港元 谢谢